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非常开心 又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法案了 对 我都有点陌生了 因为太久没学习了 我感觉过了很久很久 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法案的内容 我们上节课 上一次 上一周 那就追溯到一个星期之前了 学到的 我记得是学到这两页PPT就把它学完了 就是财政年 如果是章程规定时间段为它财政年的话 第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时间段规定了 这第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你首个财政年 它的这个财政年的时间段是 成立值日期到子民值日子不超过18个月的时间段 这是第一种情况 对 方老师说 他感谢 感谢会长 感谢会长的安排 感谢方老师的无私奉献的付出 好 那财政年 OK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两页PPT 不知道大家这些单词还记不记得 我先来读一下 我也试着来读一下 financial year in relation to incorporated association means a in the case of an incorporated association whose constitution fixes a period ending on a specified day as the association's financial year 1. if the period is fixed or varied at incorporation or during the first financial year of the association the period not exceeding 18 months commencing on the date of incorporation and ending the day specified 好 大家还有对这些单词 还有印象吗 需要复习一下 这些单词 需要复习一下吗 这些单词 需要复习一下吗 这些单词 大家还记得它是什么意思吗 好的 那我们还是来复习一下 好 case case 就是needs in the case of 就是在什么什么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fix 就是确切的时间 就是定好的 确切的一个时间 whose 就是一个代词 它就是指那个人 特指那个人 period 就是名词 它是指一段时间 然后 varial 然后 varial 它是一个动词 变更改变 varial varial 好 后面是exceed exceed 它的动词超过 超过数目或数量 during 是借词 在什么什么期间 然后commands 还有一个动词 它是开始发生 开始着手 commands 好的 所以那请大家来复习一下这两页的单词 我们再来复习的两页的PPA内容 好 请给ford 嗨 给ford 嗨 给ford period period v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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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ed, exceed,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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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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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老师指章。 很贵。这个单词您可以再读一下吗? Mer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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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y。 因为我刚才呢,这个我感觉您读成的,Merry。 那这个章是,Merry,Merry,Merry。 MerryMerry。 太 few much,谢谢。 许堂堪长得。 好,下面有请,Difu,oh no,Mejou,Merry Botost, Mej Besides,Merry Botost. Good evening,Manjou. 已经,血洗盖了。 一段一点不习惯 您那边的声音是断续的 然后我没听清 现在怎么样 现在稍微好一点 我那边的音乐好 现在不单识没办法 没听清 您的声音没听清 怎么回事 又不好了 好 好 第二人 第二人 Exceed Exceed Commands Commands 听老师指教 惭愧 我听你的读音是没有问题的 你读得很标准 Thank you so much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英语大神的复习 带我们复习来一下 重温了一下这些单词的意思 好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两页PPTR Financial year in relation to an incorporated association means A in the case of incorporated association Whose constitution fixes a period Ending on a specified day As the association's financial year One if the period is fixed or varied At incorporation Or during the first financial year of the association The period not exceeding 18 months Commencing on the date of incorporation Ending on the date specified 好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意思 就还是再来重温一下 就是就法团而言 财政年是此 好 第一种情况是 如果法团他的章程规定 某一个指定日期 为其财政年 那么第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在第一个首个财政年 那么这个时间段的话 就是在成立时或者在协会 时间段是在成立时或者在协会的首个财政年 年度内是固定的或变重的 则为至成立时期 至指明时日子的 不超过18个月的时间段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个 第一年的特殊情况 就是不超这个时间段 财政年 它是不超过18个月的时间段 那么这里呢 这个说的很文周周 我们就举一个具体的实例吧 我们就举第一个例子里面 假如说章程规定 10月1号 就为这个协会的财政年的话 10月1号 那么第一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种情况的话就是 我们假设这个10月1号是fixed 就是它的这个财政年 它这个日期是fixed 它也没有变动啊 因为有可能会变动 有可能会改嘛 会变动 我们就不会 就就做一个假设 就说它不变动 不变动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18个月的财政年时间段 是什么时候起啊 就是自成立之日起 成立之日起 假如是10月1号 10月1号成立的 我们也把10月1号 作为它的成立之日起 然后到明年 只不超过18个月的时间段 那么的话 假如说10月1号 它的成立日期 也是它规定的一个财政年的时间 那么它这个不超过18个月的时间段 就是规定的时间段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 相当于假如说是2020年10月1号成立 然后它的一个财政年的时间段 然后它的一个财政年的时间段的话 按正常来讲的话 应该是2022年10月1号 但是呢 它因为是首次 是首个财政年 首个财政年的话 一般的话 政府啊 它都会对新成立的公司 会有一些宽容的 它会多给半年的时间 给到新成立的公司和协会去 去做准备 因为有可能新公司啊 新协会 它在前面的半年 或者甚至大半年的都是没有业务的 所以它会给到一定的时间 你去 你去 有一个 缓冲期吧 所以的话 这里的话 第一年的话 就是相当于 它这个不超过18个月的时间段的话 就是相当于变成了 截止到20 如果是2020年10月1号成立啊 它的一个财政年的时间段的话 就到不超过18个月的话 就是2023年的3月31号 中间间隔有18个月 所以它这里的财政年的时间段 on the date of incorporation 就是指成立的那一天 就是10月1号 然后ending on the date specified 那这个时间的话 你从18个月这里推算出来 它就是2023年的3月31号 这个也是合乎情节的合乎长 但因为 因为澳洲公司啊 还有一些 香港公司啊 还有一些英国公司 他们都是按照这个规则来的 就是 对于新层级的公司 他们都会 就会 政策要宽松一点 它会给你多半个半年的时间 让你去 去缓冲 好 这是举一个实例 好的 好 那请问有没有 同修要复习一下 这两页的内容 PPT的内容 读一下 我们先来读一下 读一下这两页PPT的内容 熟悉一下 然后我们再往后面学 可以读吗 就有没有难度 好 好 艾琳说好 那您来给我们先领个头 哦 艾琳没打球 那先请给否 好的 咱赫琳没打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 In the case of an incorporated association whose constitution fixes a period ending on a specified day as the association's financial year 1. If the period is fixed or married at incorporation or during the first financial year of the association, the period not exceeding 18 months, commencing, commencing on date of incorporation and ending on day specified or Yeah, 这个单词您请您再读一下 Comm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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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cing Commence, commencing, yeah, commencing Right,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Oh, that's 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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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ll just just read it The financial year is related to an incorporated association means in the cast, so in the 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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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In incorporated association who Contribution Fixion In fixed Exex of Peric 用了 我把所有的优优独播放中 我把所有的优优独播放在一起 我把所有的优独播放在一起 是第一个优独播放 我把所有的优独播放在一起 if the period is the effect of a variety and incorporation or during the first initial year of the association they are cured it's extending it's exit and exiting and and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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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oh 我听到段序 但是基本上还没听清楚 我觉得您读的没有问题 谢谢老师 感恩感恩感恩 好刚才在大家读的时候 我就纠正一下我的口误 刚才我讲这里就是 他这里是说章程截止 某一时间日期为期财政年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应该是 这个地方如果要 把财政年做个比喻的话 就是应该是从 如果是章程规定的话 就是10月1号到 第四年的9月30号 是这样子的 作为一个时间段 好的 OK 那我们现在往下继续学 往下继续学的话 那我们后面设解到一些圣诞词 第二条的话学的是 就是 the period not exceeding 12 months commencing at the end of the last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and ending on the day specified all. 接下来这两条的话有三个单词 好,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是subsequent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subsequ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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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形容词是随后的,后面的 之后的,接后的 subsequ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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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subsequent subsequent 它的反译词是previous previous previous是之前的 那这个subsequent是之后的,接后的 它俩是一对反译词 subsequent 和 previous previous ok,next one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pro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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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动词,但是呢,我们在后面要学的是一个动名词 它是一个动名词 它是一个动名词 proceeding proceeding financial year 那么它就是,在这里的话就是,形容词先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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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这个动词 precede的,演变而来的,这个动词 precede是什么意思呢,to happen before something or come off,come before something 好,在什么什么之前,发生或出现,鲜鱼,好,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个例子啊,这里有个例子,有一个,ok,see the preceding chapter,就参见前一章,see the preceding chapter,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在句子当中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last of the preceding chapter, at the end of last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上一个,上一个财政年的结尾,中了,就是上一个财政年的中了,好,下面一个 oh my god,succeed suc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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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ucceed呢,它是动词,然后它的有好,有好多种意思,那么它最常见的就是达到目的,实现目标,还有办到,做成,还有成功,有成功,有作为,它是一个动词,succeed 好,然后我们这里的话,要取它的第三个意思,就是,接替,既任和随后出现的这个意思,to come next,after somebody something,and take their or its place or position 好,所以这里我们要取第三个意思,succeeding,就是随后出现的,随后出现的,它这里也是动词的ing形式,succeeding succ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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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succeeding succeeding subsequent 好,那请大家来读一下这三个三章词 好,下面有请艾琳 subsequ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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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c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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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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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它的两个动词的ng形式也读出来吗 pre pre succeeding pre succeeding pre succeeding suc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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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爱你,下面也请给福。 -subsequent, subsequent, precede, precede, succeed, succeed. -还有一个, preceding and succeeding. - preceding, preceding, succeeding, succeeding. - Yes,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 Thank you. - Thank you. - 最后一个单词是读什么? - Succeed, succeed, succeeding, succeeding. - Yes, right. - Succeed and succeeding, succeed, succeeding. - Right. - Yeah, thank you. - 谢谢,谢谢Mandrew. - 好,我们来把这些单词再看一下。 - Subsequent, subsequent,是一个形容词,是随后的,后来的,接后的。 - Proceed,它是动词,但是我们接下来学的句子里面,它是动词安基的形式。 - 然后, preceding, preceding,它是什么意思? - 在什么什么之前,发生或出现,先语。 - 然后, succeed,它也是一个动词,是接替,继任,随后出现。 - 然后我们句子当中学到的是它的一个动词安基的形式,是succeeding. -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情况。 - If the period is fixed or varied during a subsequent financial year. - 好,这里就是又来了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个时间段它是固定的,或者是有变动,在什么期间呢? - 那during 是在什么什么期间的意思,它是个借词。 - 在什么期间呢?During a subsequent financial year. - 就是在随后的,接下来的一个财政年里面。 - 那首先我们第一种情况,就简言字的话,就是相当于一个公司新成立第一年。 - 第一年政府给你18个月。 - 好,那么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第二个财政年是指什么呢? - 就是这个在during or subsequent financial year. - 就是在18个月后面的,第一个财政年,首个财政年后面的,接下来的一个财政年。 - 那就相当于是一个公司的第二个财政年。 - 那么这个财政年的话它的,它的一个财政年的时间段。 - The period is not exceeding 12 months. - 好,从第二个月那么就要开始正常起来了。 - 从第二年就要开始正常起来了。 -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财政年的时间段呢,它就是不超过12个月。 - 然后它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 Commencing at the end of last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 它这里呢就是要从上一个年,上一个财政年的结尾开始。 - 所以呢,它这里要注意,就是说,这里要跟18个月区别开。 - 我们上一次刚才举的例子,就是18个月,如果是从2021年10月1号, - 规定到,就10月1到9月30为财政年的这个时间段的话。 - 那么其实第一种情况的话,它可以在2022年的9月30号以后, - 后面6个月还给你时间嘛。 - 给你6个月的时间。 - 但现在的话,到这种情况来讲的话,那么这个, - 这个它它开始计算的开始时间,就是上一个财政年结束的时间。 - 那么这个结束时间,它不能以3月31号来算。 - 它要以9月30号来算。 - 然后and ending on the day space flight. - 所以的话,这里就是相当于第二年,还有第二年后面的, - 随后的每一年它都变成,变得正常了。 - 它就是把你默认为你经过了第一年的一个, - 一个洗礼,不是洗礼,经过了第一年的那个挣扎期过后, - 它后面默认给你都是12个月, - 那个财政年的时间段都是12个月, - 就不会有特殊的情况给你了。 - 所以这里第二点的话就是, - 如果该时间段在其后一个财政年, - 年度类是固定的或者变动的, - 那么就是这上一个财政年中了期, - 中了期就是指9月30号为这个时候开始, - 中了的是9月30号就是10月1号开始, - 到明年期只不超过12个月的期间, - 那么就到下一年的9月30号。 - 所以第二种情况就是12个月了。 - 这个财政年的时间段就是12个月了。 - 那所以的话, - 这句话的拒绝根本还是跟上句话是一样的。 - 前面的话还是给一个一分道的条件作与程序, - 它就是告诉我们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 - 就是如果这个时间段它在接下来的, - 在随后的一个财政年当中它是固定的或者是变化的。 - 那么这个财政年的这个时间段呢, - 它就是不超过12个月。 - 然后不超过12个月是什么样一个不超过12个月法呢? - 它就是把它的起始, - 就是你什么什么什么开始, - 什么时候开始也说了, - 然后什么时候结束也说了。 - 这是commencing at the end of the last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 就是从上一个先前的一个财政年的结尾开始。 - 和它确定的和它规定的一个时间为止。 - 好。 - 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这样子来理解。 - 其实如果这句话理解的话, - 就结构上这句话理解的话, - 那这句话是大同小异, - 叫没有什么问题。 - 好,我们现在来读一下它。 - 2. If the period is fixed or varied during a subsequent financial year, - 二一, it is fixed or varied during a subsequent financial year, - 二一, Commencing at the end of the last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and ending of the day specified all. 好,那现在还有五分钟时间,请大家多多来练习一下这一句。 好,有请乌斯腾, let me check,有请艾琳。 二, if the period is fixed or varied during a subsequent financial year, the period not exceeding 12 months, commencing at the end of the last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and ending on the day specified all. yes,您做得非常流利,thank you so much,谢谢你。 好,下面有请Mandu。 不知道是不是网络不好,就是有回音,就有双重声音。 哦,这样的,我现在是有点点心的心。 但是我们如果中央中央中处在哪里,有时候不笑也不好,有时候不笑也不好。 那我就可以读吧。 好,您直接读。 谢谢,谢谢。 有点读。 有点读。 有点疯,有点的问题。 有点读 before,你回答这些事情我会说这些事情。 有点读。 是经浪识。 是非经浪识。 是非经浪识的吧。 不是经浪识的。 是好的。 to exceeding exceeding commission at the end of the last proceeding financial year and ending on this specified or yeah if the period is fixed or varied during a subsequent financial year the period not exceeding 12 months commencing at the end of the last preceding financial year and ending on the day specified all yeah perfect right right that's it 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都好棒啊因为这个其实挺难的 其实这一部分真的挺难的然后大家都 掌握得很扎实 然后都没有把它忘记非常感谢大家 好那这一部分呢我们也学完了我们再来看下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话就一分钟我们就来预计一下 第三个情况呢就是在讲 each succeeding period of 12 months ending on the day's specified oh 好那第三个的话就相对来讲一个简单的 它就没有前面两个条件了 它就是指那么这个财政年的话它就是指 那在此后 each succeeding period of 12 months ending on the day's ending on the day's specified 12 months 对所以这里的话它为什么为什么把前面 两个分开呢就是 嗯分成两种情况第一 第一你第一种情况的话就是照顾那种 照顾新公司 第一年的一个情况 好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说在第一年的情况之后 它又再强调一下那你第一年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给你一定的时间给你缓冲了 那么第二年的话它又告诉你要正常起来 然后后面的话 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它就以此类推全部都是同一种道理 所以它就把后面的 这里的话从第三年开始一直到最后它就是把它做一类 好所以的话 OK时间也到了 那我们下一个再聚集来看这些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联听和包容 那下面有请准备的岳老师给大家上课 我先请着恭喜